县议员刘淳哥关心县府对于废校后的中永及荣昌国小 闲置校地利用及目前维护管理状况 长冰箱我有两个问题 中永国小废校是在102年 在101年之间呢 做财校废校的说明会的时候 本席我呢我都有参与 那个时候呢对家长还有我们村民的承诺 是要朝着这个托婴日照还有文艺的活动 场所在做规划嘛在做说明 现在中永国小呢 代管单位就是卫生局你们嘛对不对 是 有卫生局一波作为禅冰箱日照中心 提供我们老人照顾 委外有一店基金会办理 中和式的这个长照机构 来照顾地方的老人家 前天11月21日开幕式接牌 本席呢我非常的满心欢喜的去参加了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成果五年的时间 真的是也是很快啦就有这样的成果 给我们百姓承诺 所以我也很感恩 在这里第二个问题呢 新农国小农昌分校 并校财校发生的年度是在八十八年 一百年那个时候呢 我们一眼下乡考察 要规划成为这个英语魔法学校 英语艺术体验影是在我们龙昌国小 之后呢 管理处接手 要成立规划这个冲浪学校 做冲浪的训练 现在呢 龙昌国小 代管单位是卫生局 又移拨到你们卫生局 办理这个东河乡老人日间的照顾中心 那局长请问你 这个案子定案了吗 你们进行的状况又是如何 请你说明 那至于龙昌国小的部分呢 目前也都已经招商也都完毕了 那他预计会在龙昌国小 第一期大概也会投入一千万上下 然后呢 他大概明年 明年的春天大概会启用 明年的春天 他现在有进驻了吗 在整理了吗 他现在已经开始 因为他牵涉到有很多的土地变更的问题 有一些建筑物的一些问题 那目前正在进行 你们的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 我说招商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生效 从去年开始 去年什么时候 去年的什么时候 我要再查一下 你说明年春天 明年春天几月 大概三月 三月 那局长 现在很乱 很杂乱 你是不是可以 经费你们可以付一点吗 整理一下我们龙昌国小的环境 让人家知道说 这个学校真的是要 做一个日拖 长照的这个活动场所 刘议员说 4500件原住民保留地增化编案 按照目前的作业进度 申请民众要30多年才能够等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质疑中央是否不重视这个问题 10年你们可以分割完的1200件就是1200笔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话 那4500件 我算一算 要几年你知道吗 要37年 38年 将近要40年 你4500笔才可以吸收掉 再来 如果现在我40岁 我要等到80岁 我才会看到我的土地有被分割 有挂在我的名下 如果我现在50岁 再加个40年90岁 再来申请原住民保留地的老人家 大部分都是70岁左右 他们很希望 他们耕种了一辈子 能够看到这个土地是属于他们的 当然在我们部落都会问我们 我都跟他们讲说 有名字或是没有名字没有关系 你们尽量做 你们尽量跟种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满意 如果按照这样的进度 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中央根本不关心我们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跟议员报告 这个案子事实上我们在今年3月初 有跟原住民委员会 跟我们本府的原民处 跟东海岸三个乡镇的乡镇公所 我们有开过协调会 事实上目前成功所是以专组的方法 专组专人 帮三个公所办案件 也就是说一年其实我们有办的量可以到 如果两百个工作天 一天两到三件 事实上是有四百到六百的工作量 你说一年可以几件 最少可以六百 两百啊 四百到六百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公所不把案子送进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有吹过它 甚至它有很多我们认为 它的地上权或是工作权时效已经届满 应该要换权状的 我们也有提示他们应该来办理登记 也都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收到实际上的量就这122件 刘议员直询原民处 原保地增花边送件分割案件 办理进度 还有东河部落成功玉水桥 及长光等聚会所新建的进度 他希望明年这些都可以动工进行 刘议员建议文化处 比照墾丁春纳 办理金尊音乐祭 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 也建议文化处 梅河艺术家到北渊驻村创作 刘议员关心东海岸各部落 连外道路路面改善 建设处长达巡 陆平专案乡证部分 明年会有9000万预算 在东海岸及南回县执行 12月份会邀请刘议员 共同会堪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18届 第六次定期会 先证总咨询议程 县议员刘纯歌问证内容 在药报导由刘瑞文整理